大家好,今天是4月9号星期日,我们继续复盘热门股票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也感谢您成为赞助会员 我们从金融行业的ETF,SXLF,那么这个图的周线图说起 对于这个图呢,我看到的是在这里的一个震荡行情 当然周线级别也是较大的级别了,所以有一些局部做多的一些机会 那么之前我们分析过一次,那么现在经过了消息面的一个洗礼之后,金融行业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看一下,那么当前经过了一个下跌之后 在这几周有止跌的迹象,在上周是一根阳线,在本周是一根小的十字星线 表明呢,应该假设当前继续维持一个震荡的行情的概率会略高一些 所以呢,多头呢,可以在下方去布局多单的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那么日线图呢,经过了下跌 这里密集的整理,突破回落啊 那这个位置呢,最好,如果你去做多的话,画上这样的一根趋势线啊 去在大概32一带,或者是32块5这样去挂一个多单的一个突破单 那么去做多哈 那如果你想去做震荡行情的话 对吧 那么下方的止损呢,大概在31到30.5之间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吧 如果不想做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因为我个人不喜欢这个图啊 但是呢,进入行业呢,目前确实是在震荡啊 但如果它跌破了我们的支撑区呢 它不没跌破呢吗 所以呢,按照技术原理啊 我这里说原理性的东西 假设近期的震荡行情是继续啊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相当多的图啊 都是在走一些震荡,对吧 而没有啊,像之前一样啊 下跌啊,数值下跌 好,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周线 我们复盘周线啊 那么本周的周线呢 是给出了一根十字星线啊 略微的小羊啊 表明呢,空头的力度并不是很强 也表明啊 这个位置呢 也有可能是一个 就目前它就是一个停顿点 但是不是顶部架构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持续的阴线啊 但我们所画的这根上涨趋势线 目前还是有效的 对于苹果而言呢 那我们是看到上方的阻力区呢 在这个位置,对吧 大概在175一代 那么现在的价位是164 164,165一代 那么大概还有10块啊 当然最后的这一节呢 它我们要注意哈 往往一个行情最后呢 有可能提前夭折 也有可能来一波上涨高潮哈 所以呢我们也不能特别精准的说 它一定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的做法呢 是在趋势线上啊 在趋势线上站稳就可以了 那如果它有意图去破掉 向下破掉趋势线啊 我们在意 那么在周五这一天呢 又是阳线啊 周五啊 周四这一天又是阳线啊 因为周五的美股是修饰 那么下周呢 我们要继续观察啊 继续震荡上行的可能性 那我相信啊 有相当多的多头啊 都会是呃 表示啊 这个这波啊 到底涨到哪儿啊 开始有些忧虑了哈 因为我们啊 比如说从130啊 或者是100 这个位置150一代啊 现在拿到现在啊 肯定是有一些担忧哈 但我是觉得对苹果来说 不应该有过多的担忧哈 因为它还是相对稳健的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蔚来汽车的周线 对于蔚来汽车的周线来说 呃 它呢 是在前几周啊 有过止跌的周线 大家看 两根周线 在八元一带啊 有所止跌 但是啊 在本周呢 再次给出回落 那这个回落呢 是不是要继续暴跌呢 呃 我们还需要新的k线的确认啊 因为啊 你看到一根k线 你无法去定夺它啊 究竟会是啊 是一个上涨啊 是一个反弹中的一个下落 也就是说 假如说啊 接下来给一个震荡上行的波段 这是一个下跌 属于一个上涨的中继呢 还是啊 继续震荡下行呢 啊 我是觉得啊 都是有可能的哈 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么日线呢 经过了一波ABC的上涨之后呢 给出了三根的下落 那这个下落呢 在周四这一天呢 还是有所小指低啊 那么不仅阴线消失了哈 变成了 反而变成了阳线啊 所以呢 我们下周 呃 早些时候要看在这里 止跌的一个可能性啊 那如果能够在八元一带 之上站稳啊 现在是九块 那么这个图呢 就有望啊 继续去把这个高点给突破上去啊 也就是说呢 技术位上仍旧有 去测试局部小高点的可能性啊 也就是在十块五一带啊 嗯 对吧 理论上啊 技术上啊 有有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不是震荡上行了吗 下落了一下啊 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去测试一下这个位置 嗯 好 这个是技术上的一个简单的预期 有相当多的交易者不喜欢这种图啊 也是不可以不做的 还有右侧交易者啊 也可以不做哈 等待右侧再去考虑是否做 注意在下跌趋势线左侧的时候 都是预期反弹 是吧 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这个阻力区还是非常多啊 所以才会出现三根阴线的连跌 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周线图 那么英伟达的周线图在本周呢 是一根十字星阴线啊 那么这根阴线表明啊 多头的停顿 对他来说呢 他这个第二浪呢 长得过于的陡峭了 对吧 但是是不是顶呢 我觉得啊 是一个上涨中继的概率是在增加哈 那么是不是顶部架构 呃 现在还不能去在周线级别判断哈 只能说啊 在横线位置 在二百八十一代呢 呃 遇到了阻力啊 那么之前这个位置也有阻力 但是我们 呃 说领长的龙头骨呢 啊 阻力区啊 都是应该去尝试突破的啊 所以你看到阴线其实也并不是很强势啊 我指的是暂时看到的 我们目前的K线 阴线并不是特别强势 你看之前这些阴线啊 都比现在这个阴线要大 对吧 实体部分要大很多 所以啊 现在的空头呢 也在试探啊 什么意思 在这么陡峭的多头波段的一个可能的高点 那么空头也不敢贸然的说前空啊 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你看 那么什么时候会有空头呢 就是说多头也不要去追高了 在二百八十一代 那现在有这种迹象吗 嗯 感觉这个回落还比比这个都要浅啊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观察吧 不能去猜啊 不能去猜啊 那么顶部架构肯定会有强势的阴线出现的啊 那么现在阴线都不够强啊 日线级别也没有特别强的阴线 所以我们应该再看一下啊 再次测试二百八十一代的一个意图 对吧 你看他长这么高啊 空头里都不敢进场 这是目前啊 所以呢 但是哈 我们啊 多头呢 肯定是要多一个心眼的 就是啊 看啊 这个空头愿不愿意进场啊 目前还没有啊 目前还不够强 目前的空头表现还不是很强势 所以呢 多头还有啊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观察 那如果接下来 比如说周一就非常强的 那也不用担心吧 你给我表现一下 试一下呗 对啊 你先给我 秀出来 那我让我让我让我看一眼 对吧 是吧 没有这个的时候就没办法去猜 比如说这一定会有可能啊 因为长这么高了吗 这里已经翻了一翻了哈 从138.8涨到了280 这不就140到280吗 这是翻一翻了吧 百分之一百 那 那 百分之一百 所以我们啊 说原来说抓百分之一百的利润空间 实现了吧 那么 呃 其实大部分股票都能实现至少百分之五十啊 就是 呃 反正这几个月吧 你至少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嗯 那有一部分交易者从这就开始没有赶 没有赶进场 那部分交易者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就是踏空了呗 他们为什么会踏空 他们看空呗 才会踏踏空 对吧 他们为什么会看空 这个我我理解 但是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哈 各种问题吧 比如说外在环境啊 呃 的对他的干扰哈 或者是 这或者是他自己本来啊 就不大会技术分析啊 或者是他的技术分析 他用所所用的一些理论 正好是看空 对吧 再者呢 就是啊 他呃 他自己没什么判断啊 他就听信啊 一些言论啊 那么他就错过了 对吧 而且呢 在上行的过程中 从这就开始有人做空 是吧 你看 从大概一百七十一代就开始做空 这样都涨了一百一十块钱啊 他一直在做空啊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做逆时交易啊 这个龙头股的逆时交易 更更啊 更难去做啊 其实他不是认为他是做逆时交易的 这问题就在于此 他认为是他是在做空头的顺势交易的 是不是呀 所以啊 这个世界啊 这个领域呢 啊 人者见人知者见智啊 最终呢 还是要看啊 市场表现出来的方向 是否与你的预判是一致的啊 那么准确率啊 其实是一个经验的总结啊 没有经验的人啊 尽量就去想办法去提升啊 认知就可以了 那对英伟达来说呢 去猜定也很显然 从目前的K线表现来看啊 我们需要更强势的阳线啊 更强势的阴线出现啊 那么届时呢 多头将会减仓啊 那么现在 我们只需要去等待和观察啊 不要去贸然的猜顶 好 这个图啊 对那些空头教训也是比较深的啊 其实我 我不是说反对做空头 我们之前也是空头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第一时间改成多头了 对吧 那么后续会不会空头呢 我肯定要综合研判了 现在看不到啊 我们看一下fastly 的周线 那么它的周线呢 也是一种震荡上行的走势 但是本周的周线呢 是有点阴哈 所以大家啊 还是带好这条趋势线 我相信相当多的人 都会画趋势线吧 直线趋势线 应该会画吧 我觉得觉得K线的重要的理论之一 就是找到趋势线和支撑阻力区啊 这样的线条 直线的 对吧 那这个线都自己不会画的话 那也太太小白了啊 那也不行 那么趋势线呢 这条上涨趋势线呢 其实就是我们最后破位的时候要减仓的 对吧 用的 是不是 一个是用来判别方向 短期内的波段的方向 第二呢 就是波段的破位点之后 我们要观察 下跌反弹测试 再下跌啊 就彻底立场了 对吧 那么周线呢 这根周线给我们的感受 他有可能是对这个平台区域的一个突破回踩 当然也完全有可能往下砸破 那么随他随着他上涨的高度越来越大 你比如说他从7块钱涨到了17块钱啊 涨了120%啊 那这样的话 现在又跌到15% 跌到15%也涨了110%呢 所以对这个图呢 我们要提防 进一步破位 或者是横盘洗盘的可能性 那么近期很多图呢 都是不愿意再去直钩的上行了 而是啊 形成一个震荡行情 所谓的 这是头肩底 这是左肩 这是右肩啊 这右肩一直横盘 所谓的树有多长 横有多长 来洗盘 是吧 那么洗盘行情还是大空头吗 不是啊 但是呢 对于震荡行情呢 多头也可以着情的减仓啊 也避免在那里面震来震去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那么日线呢 其实非常陡峭 走了一波之后啊 又拉了 又跌了下来 理论上啊 理论上 那么这一波的多头是这样的啊 那么有点小破位 可以适当减仓 那么下边这根长线的多头 居然的再破位 你就进一步减仓 啊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对吧 好 这个图呢 减仓啊 也是OK 你看他就没有摸到 这个阻力区啊 暂时来看 所以我们下周再看看 他是向下破呢 还是向上测啊 向下破可以适当减仓啊 等待震荡起盘 对吧 有没有可能是再落下来 有 有啊 有 所以呢 破掉趋势线的时候是做减仓啊 有人说趋势线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数字啊 非得啊 说具体数字啊 比如说15块 其实你做交易能那么粗心吗 自己在电脑上画呀 在手机上你能看得清也OK 看不清的话 就切换到电脑上自己 定一个数字啊 别懒到这个具体数啊 自己都不知道 是吧 非得别人告诉你 别人告诉你的也不一定准啊 没准在盘中啊 有剧烈的波动的时候 那我的节目是比如说提前录制的啊 那么经过了一天的交易 或者说经过了四五个小时的波动 那我不可能及时去提醒你 所以第一时间还是得自己看清楚自己的位置 是吧 数字 你指着完全靠别人 那这其实对自己不负责任啊 你靠别人跟你说个数字 比如说别人跟你说跌破10块钱 你再跑 再跑 那也太远了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啊 所以交易是自己的事 最终是自己的事 自己要去分析具体的点位 克线的低点啊 高点啊 趋势线的破位点啊 自己能承受的这个价位啊 但我说一个笼统的 那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数字的 对吧 所以15块钱 你认同吗 对吧 这个每一个图可能都有突变的情况啊 所以即便是说出15来 那他如果跳空低开呢 跳空直接跳到13块钱 你怎么办 所以啊 所以啊 对于投资领域啊 大家还是要负点责任啊 就好比你是一个律师啊 你让别人来告诉你条款什么 你自己都应该清楚 好吧 好 那我们啊 说的还是方向性的趋势性啊 趋势分析啊 技术分析 对吧 技术分析为主 具体数字呢 要因人而异的啊 我们看一下京东 京东的周线图啊 也是啊 弱势的回路啊 我们看到周线呢 实际上是一根阴线啊 但阴线呢 跟之前的两根阳线相比比较小 主要还是因为 其实啊 不用不用对于多头比较有利的点呢 就是近三周呢 近四五周呢 啊 他并没有去跌破32块六毛七 这个点位啊 这个低点 那后续呢 还是有可能继续上行的 只不过呢 他要慢慢的拉啊 慢慢的拉手 你看之前这些反弹也好 上涨也好 他都会有这种影线啊 都会有下落的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但日线呢 对局部下跌趋势 突破回踩 那么多头呢 可以在40到42之间 这个位置呢 做多 那止损呢 当然最低点是37了 啊 那你可以比如说38啊 38块5这样 作为止损点 说一定会是这些数字吗 不一定了 所以呢 我就怕给一个注意的数字 你锚定了 那如果非得给数字 那肯定是给最低点 甚至是最低点 这是这个位置 32块六毛七 对吧 所以啊 这给这个数字啊 他 他是比较粗略的 给你精准的话 你也不一定会按照那数字去做 对吧 嗯 所以啊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进场点位 能够承受的止损空间 去 设置啊 那我的总的原则呢 就是啊 这找到一些典型的临界点啊 比如说37块 这个位置 或者38块也行 那有的人啊 只能更小啊 39或者是39块5 甚至是40啊 对吧 他去做 这些位置都可能成为你的止损点 看你的想法啊 那这个位置呢 确实是突破回踩止跌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多头呢 可以酌情的去考虑做多啊 好 我们看一下波音的周线图 好 波音的周线图给你的感受呢 又是在啊 重复左侧的这种震荡是吧 那对于震荡行情 我们可以少碰啊 或者叫减仓之后啊 也就是属于整体低配的状态 那么后续也有可能涨啊 那么多头的趋势线呢 在周线级别可以这样去 把这两个触点一连就行了 你都知道你的底线可能是啊 比如说破掉这根上涨趋势线啊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那么现在破了吗 还没有 有没有可能不 有可能啊 但也有可能不破啊 对吧 比如说200一代就可能是你的减仓点了吧 第一次减仓 对吧 好 这图呢 目前有可能重复左侧这种震荡啊 也有可能直勾勾啊 所以你 呃 说啊 这个图究竟会怎么样 不好说 啊 所以但是我们的底线是有的 对吧 我们的减仓点位还是有的 后续呢 理论上啊 即便是震荡完之后呢 应该还是要恢复到多头啊 只不过震荡行情你猜不透啊 什么时候结束 好 我们看一下B2K啊 白威特的这个图 白威特这个图呢 我们啊 在周线级别看到三根周线连着起来 那这样的话应该继续恢复到 也不能说继续恢复啊 就一直就是震荡啊 就是在震荡 就是说没有走强空 你看 那多头在里边其实也无所谓啊 如果你之前捡过仓 也现在也没涨几块钱啊 你可以慢慢的再买一点点 对吧 做做毒啊 不要怕震荡 他的图你不要怕震荡 但有些那些小盘古啊 你就要注意了哈 这种还算是比较稳的图 对吧 比较稳的图呢 可以配置一些啊 这个图呢 多头目前还在啊 就是说前空头比较没有 比较弱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日线呢 多头啊 再次恢复到这种震荡啊 所以后续有可能去 打破局部的这个震荡行情 交上走对吧 巴菲特还是相对稳的啊 BRK 好 我们看一下CCL的周线 好 CCL的周线呢 你看 他也是啊 有所停顿啊 你看他技术位上 他正好是在这一根 这一浪啊 就是第四浪啊 下跌趋势限制啊 停顿 这个符合技术上的一个 呃 叫叫叫预期吧 技术位上应该是有所反应吧 就是说多头反弹到这的时候呢 或者说涨到这的时候呢 啊 遇到技术位啊 应该有停顿啊 但是啊 这根阴线还是比较小啊 所以多头可以再看一下 能不能突破上去 往上再走一波 对吧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细节 嗯 你看 下跌趋势限突破 哎 或者说在这里再继续博弈啊 然后啊 看接下来 再来一根阳线就只跌了 对吧 嗯 说他再跌回来怎么办 我们原来的进场点位是在 9块一带来着吧 那么值损点是8块5了 或者是8块3啊 这样 嗯 那么涨起来就不得了了啊 你看一一到一块5的一个止损 或者两块的一个止损 那涨起来就不得了啊 那么最高也可以涨到十四五块 对吧 啊 这个盈亏比也1比3 或者是更高的啊 啊 或者是他可以去把这根大型下跌趋势下 给突破上去了 当然第一时间呢 你不能假设他完全能突破上去 你先假设他有可能摸到这根下跌趋势线啊 好 这就是CCL CCL目前还是多头的势力范围啊 你看这 整体上还是震荡上行吧 啊 只不过啊 从头肩底的角度来说 他这也是有点右肩的感觉 对吧 头肩 左肩 右肩啊 或者说整体是一个右肩啊 这右肩呢 又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感觉啊 嗯 好 好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接下来继续啊